崔国斌男22岁吉林人 吉林建筑大学成建学院本科 这个专业还可以 工程造价专业 是一个比较跑火的专业 这个人号称自己是歌神 李建的翻版 他说他自己是 因为喜欢唱歌吧 一周的话得每个小时 每天去至少三四个小时 七个小时左右 有一个我特别感动的 说他说就是 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情 是他做了一件好事 然后他扶了一老奶奶回家 然后跟老奶奶成了好朋友 老奶奶还送了他礼物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 内心很纯良的孩子 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小朋友 但是我觉得这小伙子 应该是一画牢 他是笨你来的 其实他是找与歌唱相关 对 我看他获过 这个歌唱比赛的二等奖 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一点就是 一般来说喜欢搞艺术的人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与众不同和清高 对吧 宁愿在歌声中壮烈 也不在生活中苟活 应该是这样的人 但这个人不一样 他又喜欢唱歌 而且他销售做得还不错 他以前是卖房子做中介的 还没离职 还没离职 我们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好不好 来 崔国斌 你好 唱两句 看唱得好就让你上 唱不好就别上来了 那我现在开始唱吧 唱吧 我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 我实在不愿 轻易让眼泪流下 我以为我并不差 不会害怕 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 可以了 你还是不要唱歌了 算了 对 来杨宝成 你去唱怎么样 我觉得他选歌选错了 对 他基本上没有音准 他哪有音准 没有 他其实不是没有音准 而他因为他紧张 他那个声音带一点颤抖 那这样崔国斌 再唱两句别的 换一首歌 十年 陈奕迅的十年 十年之前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感受 什么忘了 刚才忘了 不好意思 我自我认知有点太高了 就是其实我唱歌 也不是那么好听 把我点到点上了 我一直以为 我唱歌很好听 好吧 这人呢 就怕在最关键的时候掉链 平时都唱得特别好 就这时候唱不好 就坏大事 行吧 崔国斌你垂头上去的上来吧 土雷老师 十五位企业家 观察团老师 以及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崔国斌 我是充满一个正能量 还有善于换位思考的一个人 在十一期间一开始 我就开始做房地产销售的工作 在大学期间 我承担了过学术调研部副部长一职 一般学校的策划呀 以及后台工作 都是我们来做的 今天来到费尼莫书舞台 我想寻求一个关于销售的工作 谢谢大家 崔老师 你歌唱的不咋地 太紧张了吧 因为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歌神 有伴奏还是可以的 有伴奏还是可以的 你在大学很喜欢唱歌是吗 对哦 他说他在学校有三人行 你是向李健是吧 不是 我那个有一个朋友是向李健 我是谁都不像 然后有一个是 薛子谦的华晨宇 就是用薛子谦的歌声 唱出华晨宇的歌 很牛 你们三个人是在学校 经常凑在一块练歌是吗 对 主要是下午没课呀 上午没课呀 我们就约 因为那个练歌厅嘛 下午比较便宜 晚上跪嘛 我们大学期间就有点穷 我们就去 就没有人的时候去唱一唱 唱五六个点 七个点 你们三个人都是麦爸是吧 就是他唱的时候 我会唱我也跟着一起唱那种 会互相帮助吗 点评对方唱得怎么样吗 对 肯定会互相帮助的 说这个点的时候 你不能上去 你得先压一压 然后再上去 你今天来找歌唱的工作吗 不正 我主要是想找一个销售的工作 因为我没有就是特别专注于 就在音乐方面发展的这个就是意向 我只是喜欢音乐 要是那个杨总那边有关于销售歌唱这附近 销售歌唱 你是说卖唱吗 或者是引导别人来我们公司的 这种活的话我都可以干 那就是唱拖 郭斌 其实我觉得你有点高估自己的唱歌能力 如果你要到唱拖 估计会把别人唱跑的 因为问题很多 第一个你没有真实情感 第二个你也没有歌声技巧 所以把pass掉 现在如果你想说销售 就讲你的销售能力 因为你的唱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销售出去了 反正我听这种话我是受不了 好侮辱我呀 谢谢 你还没有离职 因为你也想做的是销售类的工作嘛 那你这家公司做的也是跟销售相关 为什么要考虑换工作呢 第一吧 房地产工作只是为了挑战自己打一个基础 而且我这边没有离职 跟离职都一样 因为这边的公司的话就是没有底薪的 对员工的就是管理制度也比较松一点 对所以我只是实习实习就是实习嘛 我实习我就觉得在我理念里 就是为以后的工作打一个良好的基础 房子卖出去了没有 卖了 每个月 成绩怎么样 这边待会会有PPT 来PPT 这边是无敌的八二比赛 我在无敌上放了一个大号 因为我们敢说第二的话 就没能敢说第一的这种 这边的话我全程没有参加拔河比赛 我只是引导他们来做拔河比赛 我们永远都是第一 第二章谢谢 陌生人的实验 这是大二下学期的时候 我们学校组的一个叫时间活动 这边的话是全都是陌生的 因为吉林省各地的学校的那个学生 都来到我们这边 但我奇怪 上面全是男生 那个要吊上去的那是个女生啊 对啊 因为上去的得要拉嘛 为什么那么多男生拉一个女生呢 这就是团结 第一 这就是团结 这个活动的话就很多人就不敢挑战 比如说大多数是女性 而且有的甚至有的男的都不想挑战这个 但是我们最后引导他们 就是让他们完成了这个 在这我学到了什么呢 就是一个团队里 不管你能力 在这团队里体现了什么 主要是我们团队能把你引领到 就你身上的那个潜在的那个能力 我觉得都能发挥出来 比如说这边 这个女生就是很不自信啊 但是我们一拉她过去了 她一下就自信了 然后第三张 谢谢 这是我的那个销售业绩 这个是在群里发的 业绩拿图说 拿事实说话嘛 嗯 对 来 卖一套房子给小叶 你好啊 你好 您需要买房子吗 还是给孩子住啊 还是你要投资啊 我过来看看 正好这边你们开盘了是吧 对 我们开盘了 我没想好呢 但的确是也有想改善 那个改善一下住宿 住所的这个需求 您之前是在哪住呢 我之前 住国贸 是这样的 咱们这个是国家的新区 我就当长春当例子了 比如说这个学校都是 得给国家一个 交代的一个学校 比如说这边建造数多 普通的房子是五六年才能造 咱们这是一两年就能造完 而且园区绿化都做好 给您交房子的 别的房子都是五六年就盖完 你们这边一两年盖完 这个房子质量怎么保证啊 质量肯定是最好的 因为还是国家新区 它我们这个房子 是给国家一个交代 并不是说给我们长春市 给自己糊弄过去了 就这样的 那你这个房子 你看你长春这边的冬天那么久 但是东施问题 你们怎么解决的呀 这边的话冬天是不施工的 那你怎么能够把五六年的 这个时间变成一两年盖完呢 因为在合图上都是有显示的呀 合同给你 你们能不能说点钱的事啊 对 您说钱的吗 就是说 我来说吧 正好我哥正好在买房 行人可以 好 旁边有人打三折的 四折的 五折的 你说吧 给个十价 我兜里有钱 您首付预算是多少吧 首付预算 我得看你给我的折扣 我们这不打折的 但是我们这可以给您保障 七百二十天之内 肯定给您下产权 买房子下产权是必须重要的 对吧 然后第二 咱们这边的话 比如说材料啥的肯定是好 假如是您 您盖了一栋 就是盖了自己的别墅 然后自己买的就是很不好的材料 您想用三折的价格 把这个房子卖出去吗 旁边春天花园门口正在打官司呢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其实我就是想测试一下你的灵敏度 对 感觉中下吧 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挖掘客户的需求 然后服务到位 他就是一个特别轴的但又很热情的 这样执着的一个人 今天还是来找销售是吧 对 是的 要求其底薪多少 三K 到时候不搞 对 有地域限制吗 没有 有销售的形式限制吗 是面对面销售还是电销 都可以 都可以啊 怎么有新鲜啊 肯定有新鲜啊 好行行行 来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大家都好喜欢你哦 谢谢 还没说完就面了两盏 谢谢 还有13盏灯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你是准备的唱歌 咱还唱吗 不唱了 为啥就不唱了呢 太失败了 我们考职场情商 来职场情商题 来来来 第一天上班 同事非常神秘地对你说 咱们公司用的都是灵活的工作方式 就是说不正当呗 请你正经点行吧 什么不正当 就是公司用的采取的这些方式 有点不正当 我是这么想 你就觉得企业是违法的 对 或者至少有违法的行为 对 反正不正规 不正规 坏人 对 是吧 对 还有别的想法吗 没有 来 他猜得对吗 还有别的想法吗 我想跟你讲 就是你假如去一个互联网公司应聘的话 基本上他第一句话都会告诉你 说我们的这个公司是采取的比较灵活的工作方式 那为什么要很神秘地说呢 对啊 那有可能是这个同事本身的问题 他说什么事他都神秘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状态 其实神秘地说出这一句话 是因为这个公司在制度组织管理规范上面 都不是正规的 对 对 可能是一个出创公司 也可能是一个互联网公司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情景分析 别人加班的时候 你可以把工作带回家去做嘛 请问这正规不正规啊 这是不是合法的呀 合法 你为什么要老把别人猜那么坏呢 因为 实话实说嘛 我第一 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今天学到了很多呀 比如说杨总啊 菲尼莫署这个 答案呢 我都学到了很多 到目前为止你最喜欢谁呀 马老师 他把你损得最厉害的说你不要唱歌那个那个人更喜欢他是吧 对 为什么 给我压力啊 让我有改自己的机会 我可能对只是客观地告诉你什么是要在这舞台上展现你最核心的能力给到大家 但是我觉得从现在为止呢你的销售能力是比唱歌要略好那么一些的 所以是对的 你在学生会工作有得过奖吗 因为我在上面看你的奖项是优秀团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奖 那必须的嘛 然后一般我们学校的话大一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班签的工作这边我获得的是勤奋奖 还有勤奋奖 对就关于勤奋的这个奖 但是我觉得这个奖没必要 因为是勤奋学习 奖学金和优秀学生干部从来都没得过是吗 没有得过 你刚才那个勤奋奖是勤奋学习还是勤奋搬家 勤奋搬家 好好好不问了 来销售三千 对 没有地域限制 没有 好第二轮选择去货币 九战灯 来 写新手 来 于敏 三号网给你的岗位是销售类的岗位 是课程顾问 底薪是五千 ZLAX给你的岗位是开店的专员 然后可能要到各个地方去跑 给你的底薪是四千加 德顺专门给你的是马瑞丰尚美学的 就是线下美妆教育的课程销售 然后是三千五家 但是我们家的比例可能会比较高 对 好 来 工作地点北京和洛阳 九城教育给你提供的岗位是面向高校的课程体系销售专员 底薪是四K家 地址是在上海 古方红堂销售可以在长春 但是要求可以全国出差 四千加 平老文化给的是你我们随风奔跑篮球俱乐部的课程销售 然后我们的底薪是四千加 然后我们还是有食补跟那个交通补助的 比特给你的是一个授权助理 给你的人工是五K加 在深圳跟上海都可以 新试器给你的呢是在上海的销售职位 底薪是五千可以有提成 四凯乐户外给你的两个岗位可选 一个是大客户销售 另外一个是加盟商的拓展 然后工作地点在北京 考虑一下灭掉机盏留下两盏 我也是特别喜欢的 谢谢您给我的指点 谢谢 正送一个拥抱 谢谢 挺坚定的 不好意思 谢谢 很干脆 来有请许夏岭 曾华谈钱不上感情 好 来 你可以问他们一个人一个问题 也可以谈谈价格 让他们涨价也行 关于住宿的问题 住宿的问题 好实在 实在的问题 我们没有办住宿 这边 这边原来能包 现在也包搬不了了 包不了了 我们那个搬家了 所以那个住宿那个房子没有了 好 要不要问问他们俩的意见 让那个小姑娘 帮你做下参考怎么样 不用了吧 我喜欢 我就喜欢你这爷们 对 好 不用了啊 来 十秒钟 做出最后的选择 让那个小姑娘 帮你做下参考怎么样 不用了吧 我喜欢 我就喜欢你这爷们 对 好 不用了啊 来 十秒钟 做出最后的选择 这小伙子真有意思 这么可爱 这么就这样 急什么 我还没说呢 我在想呢 哎 小黄鸭 曾华 或者是谢谢再见 斯卡乐 我还没说完呢 我还没说完 算算算 你太急了你知道吗 来来 去跟曾华 斯卡乐吧 握个手 谢谢突然老师 再见 再见 你赶飞机啊你啊 没有 我还没说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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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